那你为什么要敲断我的腿 胡康这时候还认为自己的腿是可以接好的 他在寻求机会 故儿语气平静地说道 因为如果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你一定会被吓跑的 所以我连灯也关了 黑暗中响起了娟子硬硬的哭声 我早就想清楚了 我一定要你留在我身边 不管用什么方法 胡康听的心里有些发寒 冷冷地说道 你真自私啊 自私 君子突然又由哭转笑了 本来我还犹豫要不要这么干 但是你那天在电话里跟我说 为了自己的幸福 每个人都应该自私一点 正是你这句话让我下了决心呢 你曲解了我的意思 胡康又叹了口气 你打算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 不是关 是在这里陪我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 我把所有的窗户都封上来 那只手从胡康的脸上 往下摸到了他的胸口 放心吧 我能养得起你 我在电脑上做设计 从网上发给人家 不用见面 就没有人会嫌弃我了 别做梦了 胡康宠他绝望地喊道 警察一定会来救我的 做梦的是你 警察早就来过了 不过 已经被我打发走了 这会儿 多半在寻找那个午夜幽魂呢 他们当然想不到 怪物就是午夜幽魂 午夜幽魂就是娟子 没有人会想到 你被一个丑八怪绑架了 靠 你以前一直笑话我傻 你来说说 我今天这件事情 办得漂亮吗 娟子一边说 一边伸出双臂 牢牢地搂住胡康的脖子 数年来 多少次在梦中幻想过的场景 今天终于真实地呈现在眼前 他终于找回了 从前那种美妙的感觉 胡康被他搂得喘不过气来 但他还是挣扎着 道出了心中那个最大的疑问 你为什么会死而复活 娟子暂停了手上的动作 刚要说话突然砰的一声 门被撞开了 几束手电筒的强光射了过来 其中一束强光正好射在娟子的脸上 这张脸在灯光下更显得苍白猙獰 胡康看到他的第一眼忍不住惊叫出声 用力将身子朝后挪了挪 假如他的腿没有断的话 他大概会马上跳起来逃离现场了 很快 一名警员在墙上摸到了电灯开关 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亮了起来 与此同时 娟子的两个胳膊被两名警员分别架了起来 防止他做出任何极端的事情 一个身穿便服的中年男子走了上来 盯着娟子猙獰可怕的脸庞看 他马上低下头一言不发 你真的很聪明 假如我跟胡康不是网友 而且不知道他跟娟子的事的话 这件事可能永远都不会真相大白了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吧 说着 转过头来 看着一脸惊愕的胡康说 你的啪啪熊老兄来救你了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胡康木讷地摇了摇头 其实 你第一次跟我提到五夜幽魂这个网名的时候 我就来了兴趣 你让我帮你查他的资料 我告诉你 什么都没有 其实 我有一样隐瞒了你 IP地址 注册会员时 你可以不填个人资料 但IP地址是假不了的 蒋静之耸了耸肩说 我当时就查到他的IP地址在淮南 你知道的 娟子也是淮南人 而且 两个人用的又是同一个网名 这种巧合 很让我这个侦探感兴趣啊 为了弄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没有如实告诉你这件事 直到后来 那个叫张婷的姑娘出事 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 你是两宗凶杀案之间唯一的线索 在接受这个案子之后 我最先就调查了娟子的车祸真相 我这才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死 我猜想啊 他是因为出车祸被毁容了 严重自卑 不敢见你 不敢见任何人 所以才让他母亲 对外发布他的死讯 然后一个人躲起来生活 我还记得 当初我陪你去他家的时候 他母亲 以尸体已经火化为由 不肯让我们看尸体 而且 也不愿带我们到坟前祭拜 唉 当初谁能想到 事情的真相 会是这样呢 老胡 这下你全明白了吧 胡康定定地看着 在警察的控制下 垂头不语的娟子 你为什么还要用 午夜幽魂的亡命 否则的话 就真没有人会知道 你是谁了 娟子摇了摇头 用欺然而淡定的语调 说道 那样的话 你也就不会对我产生兴趣了 那还会有今天 康 我当初假死 并非是不敢见你 而是担心你见了我之后 会受不了打击 我的脸 是被车厢的玻璃扎到 伤得太严重 整容后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你甘心陪一个丑八怪 过一辈子吗 如果你离开我 你会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我不能那么自私 所以我只有假死一场 让你断了念头 可是这一年来 我孤独地生活着 尤其是我妈去世后 我忍受不住这种 与世隔绝的痛苦 但我已经成为一个怪物了 没有人会接纳一个怪物 所以 我想到了上网 最初 我只想回到以前那个论坛 远远地看着你 但我实在受不了 对你的思念 所以才用以前的名字发帖 来吸引你的注意 可是 我却越来越无法自拔 说到这儿 娟子冲胡康 露出了一个丑陋 但却美丽的笑容 这种美丽 也许 只有胡康能够看得出来 你的腿没事 我只是为你打了一针麻醉 我犹豫了很久 一直下不去手伤害你 康 我 娟子 捏如了一下嘴唇 终究没有说出后面两个字 可能是她觉得 如此美好的词语 不应该由自己这个丑八怪嘴里说出来吧 否则的话 只能是一种玷污 她不配 真的不配 好了 就到这儿吧 一名警官模样的中年人发言了 指挥众手下道 她的腿不能动 你们两个叫辆车过来 把她抬上去 先送到医院做个检查 其余的人将犯罪嫌疑人带回警局 好 收队 请等一下 胡康伸手拦住 正将娟子往屋外押送的警察 然后 侧过头 静静地看着娟子那张丑陋的脸孔 认真地说道 其实你错了 假如你当时让我知道真相 我可以向天保证 我一定不会抛弃你 娟子愣了一下 笑了 警局里 蒋静芝陪胡康做完笔录 两人并肩走出警局大门 沿着一条人少的小路 慢吞吞地向前走去 一路上 默默无语 最后 还是蒋静芝忍不住 问了个残酷的问题 咱们是老朋友了 恕我直说 如果娟子没有犯法 你真的能够接受 跟一个丑八怪过一辈子 也许 不能吧 胡康苦笑了一下 但我可以保证 我当时确实有这种冲动 但是 我却没有机会来证明 或尝试这件事了 谢谢你的坦白 其实啊 有个问题 值得每个人 扪心自问 不管答案如何 能够真诚地 面对自己的内心 总是值得尊敬啊 听众朋友们 你们认为 丑陋 可怕吗 可怕吗